我太难了 报名表 还有谁 我太难了 主持人 我太难了 主持人 我天啊 你是挺难的啊 第一个就被挑中了 大家好 其实我跟一战到底的缘分 从2012年的时候就结缘了 当时我记得我就打印出那个报名表 然后叫友艺兰 叫做我最骄傲的事 然后我就想 我这么傲娇的一个人 我没有一件骄傲的事情呢 写不出来了 对 写不出来了 然后我就看着屏幕上光鲜亮丽的哥哥姐姐们 我就一直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然后经过这七年的折服啊披荆斩棘 我最终成功地保送到了浙江大学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成功地考上了主可真的抚修班 这个班是面向6000人报名的 但是只有40个人能够考上 这个人我觉得他比较像的是警察 逆行者英雄本色和天下无贼 好像都跟警察有关哦 我觉得应该是天下无贼 请揭晓 这里 吴彦忠 他是天下无贼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吴彦忠 然后今年29岁 我因为我没见过明星嘛 所以很激动 然后可以给个拥抱吗 看我节目长大的 大方一点 谢谢 你不要太拘谨 不要太拘谨 不要太拘谨 眼归正专 还有个问题要问一下 您今天那个口袋巾先借我用一下 口袋巾 嗯 在这 嘴里是谁 来 IPICIQ卡 通通告诉我密码 其实我是一名反爬志愿者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 教授的第一堂英文课 带着学生干了什么 我记得当时说吃花生是长生果的意思 所以吃了之后就不能迟到了 所以应该是吃花生 成语目无全牛 一般用来形容什么 没有大局观念 记录或纯青 我就选逆行者 好 好 哦 李童 大家好 我是李童 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一名 宇文老师 我的口号很简单 就是一战到底 有我 有你 所向披靡 掌声响起 宇文老师就是会说话 一套一套的 逆行者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这个逆行者就是说 我跟普通老师挺不一样的 他们是把教语放到教室里 我是把学生带出去 比方说我们到山东屈服讲论语 到安阳殷须讲字里 到陕西的华清宫去讲长恨歌 最有意思的就到杭州西湖 讲引湖上出情后语 我好想当你的学生啊 成语书香门第中的香指的是哪种事物 书香门第是形容家庭的 应该是家庙祠堂 两人答题好精彩啊 好厉害 中国城市道路名 被重复使用最多的是哪一个 我见过家有个叫中山路吗 建设路也有的 我想想啊 中山路建设路 这俩都挺多的 中山路建设路 我随便猜一个吧 中山路 好厉害 今天来到这个一战到底舞台上 让孩子们看看 我是怎么选的 你们能从我这儿去 获得哪些知识和想法 我认为我就成功了 好嘞 生活没有无几的道 只要你想走 一切都能一战到底 那你就来挑一个吧 不 什么都没有 其实乐这样的人就是故作玄虚 来 总揭晓 五 好 就是名人堂 来 有请 小虎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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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根据图中信息判断 历史中该路线的终点是哪里 这个是中国第一易经大师 旋权西天许巨天许巨天的路线 那肯定就是拉烂驼市 哇 据传 曹雪芹曾经开玩笑 如果有人要进阅他的《红楼梦》书稿 需要拿酒和哪种美食来换呢 曹雪芹是北京人应该选择 黏雪芹 是金宁烤鸭 老北京吃了那些烤鸭 当年从金宁传过去的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我们的系统要从剩下的三位当中 再次选出一位挑战者 来 有请 他就是三分钟热度的唯一 来有请 哈喽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唯一 来自山东青岛来西 那么我的真正职业呢 其实是 这一名120急救护士 啊 护士 因为这是我们青岛的特色 那么大家都知道 青岛是一个沿海城市啊 所以说这个蓝色也是代表着 大海的广阔 宽容 以及纯净 那这个是我的急救的标志 就是我的臂章 平时是插在这个地方的 哦 好嘛 原来不是警察 对的 那么我平时的工作呢 就是24小时随时待命 只要有病人拨打急救电话 我们收到指令后 会在三分钟之内出诊 哇哦 那么我的三分钟热度这个关键词呢 其实说我对病人的生命 以及我的工作 和我的生活的态度 以及热度 对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 既然今天来到了 一战到底的舞台上面 是的 请准备开始挑选你的对手 祝你好运 名人堂的选手 还有一个陈希俊 他是一名警察 我觉得英雄本色应该是他 因为我是青岛人嘛 靠海 这一次我要选 廷海 廷海 来 我们接下来 他就是芝麻 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然后我的名字叫芝麻 我是全球首批国际认证的 美人鱼教练 以及美人鱼教练训练官 我也是把国际标准的规范化 美人鱼培训体系 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春秋时期 晋文公从而面对 楚国军队曾经退避三射 那么进军退让了多少里 这个题我需要想一下 三十里 九十里 很遗憾 来 给我们回答正确 恭喜芝麻 请到舞台中间 那我就选个简单的 英雄本色 你确定了吧 我 确定 来 请揭晓 哇 果然被你算准了 来 李刘华 你为什么叫英雄本色 为什么叫英雄本色 要不这样 大家给我三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一个珍惜 好 我等你 对吧 对吧 大家好 我是李刘华 是云南省医西市公安 及进度支队副支队长 重景二十九年 我是中国公安基督警 李刘华容力过二等功三等功 这一次是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 被公安部评为全国公安楷模 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习总书记接见 他曾经作为战长 带领的缉毒战 是全国禁毒工作的先进集体 我们新中国到现在为止 七十年 只有十五个人 拿到了这个公安楷模的荣誉 他就是其中之一 那我想问问您 您真正的遇到过的 在执行任务当中 最危险的时刻 您能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一次我们在抓捕一伙武装贩毒弹 我们化妆成老百姓 刚接近那个毒枭的时候 我们准备抓捕 他突然把手向一向包里 那时候我和战友来不及思索 非白地扑上去 将他的手牢牢控制 包打开一看 里面全是毒品 那毒品的上面是什么呢 是一只已经上了堂的手枪 如果我们动作稍有迟缓 后果将不堪射下 在所有的犯罪分子当中 毒贩应该算是最危险的那一类 对 于是我们的极毒警察 也可以说是所有的警种当中 最危险的 我在当记录战场期间 我们查获毒品案件 是4500多起 缴获毒品2.9吨 知识手枪使其支子弹 647发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流血西山 创造了我们迎来进度史上 在公开查击当中 无一彬一组伤亡的奇迹 请看视频题 这是哪部电影的片段 富门硝烟就是尽度 这部电影叫林哲希 高考试题全国三卷叫饼卷 那么全国一卷叫什么 假卷 打得那么快呢 你想想 不是假衣饼不是吗 假衣饼不是吗 一卷又叫一卷 但是接下来 依旧还会有一个选择 在你的面前 你可以选择勇敢的像 陈希俊 名人堂选手 发起挑战 所以您思考一下 究竟是冲还是不冲 就像刚才说的 我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是无所未及 但是现在我面对是警察 我面对的是我的战友 我就不起和他拼杀 我选择的是支持 我们尊重 你的决定 李刘华大哥 你的选择 我们尊重 两位警察 要不要打个照明 请大家 要不要见面面 掌声欢迎 警察 陈希俊 来到舞台中央 来到舞台中央 哇 两位警察到我们的一战到底上 会面了 都是我们中国最可爱的人 我已有华和这样的战友 感到骄傲 正是由于我们每一位警察的努力 才将黑暗挡在了更多人的身后 敬礼 好 恭喜李刘华警官 获得了一战到底的本场冠军 祝贺 祝贺 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的感谢 帮助成绩提升 用科大训飞学习机 感谢科大训飞学习机 的独家冠名支持 感谢思念金牌虾水饺 感谢咸哥食品 特约赞助播出 感谢君瑶未动力 感谢王玉远订婚单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的 在节目最后 我们还要感谢到的是 百合网江苏IPTV 感谢华康历经黑字体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一战到底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